上期好多朋友说我们开的这个落地窗 上面这个单的横梁不结实 确实是有一点糊涂 因为木梁它是有一定韧性的 砸木析子进去它肯定会稍微往下弯一点点 不然我不是上了一层水泥吗 头一天干了 水泥一点裂纹都没有 证明它就没有往下掉 之前我们别的地方用过那个玉制梁 那种水泥的木析子一砸 直接从中间就断了 其实这种有韧性的相对来说 做这种老房的话还是更好一些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材料 都可以做这种大粮 不是工资缸买不起 而是这种物粮更有性价比 成浸水祸水泥 接住 焦度怎么样 可以 你走中了 在这儿在豆腐上洗个椰子 一几十年里下来 好 右边这个墙角修好了 我们这会儿修 左边这个方便 咱们把脑袋一松 它都会吊完 我得用手袋织一下 这一块现在还不敢往上放 等明天凝固好了 再接着弄吧 这边这边 这边这个角是这几个角里面 感觉破损最严重的 相对没有那么好修 把这碗再重新起个枪 把它烤得到 下碗 上碗 我今天应该都会正常的 装不无力 这个位置咱们擦盖 应该好吃了 这边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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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萌萌 撒点哈 慢点啊 嗯 可以了对吧 可以了 哦 你可以放上个了 好 好 好 嗯 没问题 这边 哎呀 没得更松明了 嗯 这个顺利 好 好 慢慢掉 哎呀 哎呀 在这个地儿我们今天准备搞一个摇机 这个木头可以烧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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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个地儿我们今天准备搞一个摇机 这个木头可以烧啊 然后这个扶鸡的土块正好可以满在上面 哎 我要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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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买个氧气管吧 哈哈 哈哈 我们来选一只鸡 来点盐香料 我们先把它腌一下 好 嗯 这个辣椒 这么会有不很长做 嗯 好吧 这么会有不很长做 我可以做了 嗯 嗯 这会儿摇的温度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鸡放进去 走你 这土房落地窗子冻也搞好了 但是晚上看不出来效果 咱们看一下白天的效果 来 设个能睡手啊 好爽啊 1 2 3 小一个女子 这边搞一个钢子砂锅吧 下分 下青菜 这不得你够谁吃 够了 我还以为我们吃不起呢 弄一碗面给你 铁羊羊肉面给你吃 我不吃羊肉 哈哈哈 这个差不多焖了一个小时了 吃方言啊 差不多了吧 焖了一个小时 好了 已经不是一只完整的鸡了吧 这咋子下的黑酒啊 嗯 真香啊 虽然我不吃了但是说实话味道是挺香的 烤鸡吃吧 我最爱吃 这还把你外交你的呢 哦呦 这也是不压喻当年在山山毕露的一起 这对比 也是人偷袭小院的一起的 那是哪个鸟子啊 鸟啊 嗯 还比较一个人 都能把这个顺便买一口 哦 哎呀我的妈呀 一只鸡只有两只鸟和两只吃了 我不吃 很好的比面的这个温椒 多亏你不吃 感谢你不吃 你还看呢我的妈 哎呀我都太大了 你怎么办呢 哎呀还是吃肉好吃一些 我都妈呀 每天每天 哎呦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比鸡肉还好吃 你还没吃鸡肉